各位观众老爷你们好啊 我是AnimeFan 今天来聊聊本次最惨七月的最强原创动画 Decadence没落要塞 范某一般不尬聊剧情 但这一次讲的就是动画初心积虑欺诈观众的套路 所以还请没有看过前两集的同学家长们 点击屏幕周围的这个或者这个按钮 出门左转 隔壁B站以及动画风架子上都有 完毕弹幕先看再来 打脸就得亲身经历才不浪费 第一集老父亲出门捡垃圾 萝莉女儿偷偷跟上 诶 这一幕是不是刚在冰岛上出现过 你看怪物来干客了吧 翻车了吧 不是吧 小妹妹你干啥不好 非要上门鸟断手list 时光荏苒 岁月如梭 生残之间的早在巨大要塞中长大 立志为父报仇讨伐猛 无奈被生活 抢X的每日洗刷刷 同刷上次敌目 沉默大叔一枚 圈阳小型怪物一只 呃 果然只要是搞清洁的都不能小看 小的都好解决啊 这个超大型蕾丝巨 或者大蜥蜴 果然只能靠行星要塞了 抽血 变形 独装完毕 射读 米克罗B 刘德全是回收利用 一战养战节能环保 第一集完 全世界各族小伙伴反正显得没试盖 评论区走起 废土大杂会 纠集缝合外 换汤不换药 类似动画多 so we have Lili Akman on this anime show 了 第二集 马可吉伍是不是准硕棚啊 原来那么轰动的战斗只是游戏 酷得撕心裂肺只是三挡 彪悍的狄母大叔真身是个 铁甲小宝 住手 欧客是从第一集看出来就不对劲了啊 的确有很多细心观众 侦测到了第一集中的一些怪异 甚至有不少大佬完全猜对了后续套娃展开 关于细节伏笔我放到最后讲 然而即便如此 这神闪现开团一波起飞 之前大道消息小道消息一概没有 毫无预警 看看IGN这个标题 哼大厂也不是一样吃瓜 那么Decadence制作方到底是如何 瞒天过海玩出这首进花水月的呢 首先立项得是原创动画 这个没啥好说的 只有原创才有惊喜 任何改编动画 即便是改到妈都不认识了 最多是剧情上的魔改 还容易收到片 玩设定trick 尤且仅有原创 再来是PV 从2019年7月发布的官宣PV 到之后的CM 加到上个月的本PV 其中完全找不到一丁点赛博格 或者说萝卜的影子 看上去就是一部如假铁城那样 手机地打怪犯剧 去油管上看看这些个PV下面的评论 一片祥和 全部上套 要说最狠的还是这个官网 这是现在的样子 一打开会先跳出来个第二集 开头打脸的那一段 戴卡Dance的秘密 之后进入主页 这个主视觉图完全是以赛博格 也就是这些小萝卜为主角 原谅为底非常和谐 生残之间的女主去哪了 那么牛皮的超大要塞直接血藏了 别忘了 这是个游戏 点击下方login link start 这个动画主页是不是有点意思啊 但这和套路又有啥关系呢 现在屏幕前的你是不是已经意识到了什么 是的 利用网页快照追溯一下历史 让我们看一下第二集播送前 也就是7月16号之前的官网 发现没有 萝卜脑胎套 直接是以要塞为主的视觉图 而且logout的按钮并不存在 一开始是真没有登出键 登录画面不是login 而是loading 在人物介绍那里 现在是可以变换形态 变小宝 还能变小哥 而原来版本 屏幕就是个大叔 现在感觉到制作组浓浓的恶意没有 官网这儿还不算完 大家知道做一部优质动画 从企划到播送一般要一两年时间 上百人的共同参与 而这么长的时间内 都没有透露哪怕一丝丰盛 甚至我们有几位优秀的华人动画师 安插在内部都没有透明 叛徒 6月19日 也就是动画播送前一个星期 newtype官网发布了监督立川壤 与制片人角目着哉的专访 两人针对动画美术 超大碉堡侃侃而谈 而对于之后的萝卜 只字未提 7月16日 第二集播送后 newtype又发布了一则新的采访 注意一下这个发布时间 这次两人开始大谈萝卜 控制游戏世界神展开 角目屁上来甩锅 这是立川的主意 你看看监督捧个 狄目小宝嘴角上扬的样子 前后对比这两个采访 不难发现两人的衣饰 背后布景 甚至是角目屁的胡扎长度都没变 虽说作为up主 要严谨一点话 不能说死 那这百分百就是一次路的搬位 也就是说制作方连媒体都买通了 穿一条裤子 来 一起玩死那群看戏的上帝 看到这里 相信大家都对这个邪恶的制作组 有了那么一丢丢好奇 NUT 一个刚成立三年的新厂 执意应该叫坚果社 从logo形状上理解成螺母社也可以 但从利益上来说 范茂觉得应该叫疯子社 社内很多动画人 包含之前提到的角目屁 都是来自Mathouse 疯人怨礼节疯果 这么理解是没有问题的 过去三年 除了给一拳超人等少数作品 打下手混经验 最有名的原情作品便是幼女战绩 给在座没看过的观众老爷 简单介绍一下 这一部就是一恶劣大叔转身幼女 在异世界里 碾压敌人折磨队友的动人故事 坦雅所服务的国家 还是手续邪恶 来袭帝国 你看地图也懂 三次元投影 就是德意志帝国 故事涵盖军事 文化 经济等多个层面 虽然内核反战 但表象可谓政治错误 在原作者觉得 能出书都是自费出版欺诈的情况下 NUT还就恩时要把它挑来做开设之作 17年播送后 凭借优秀的剧本改编 九折的立体机动装置穿型画面 以及坦雅的炎翼配合幽木壁 可乃可狂的神仙 以邪道之姿一炮而红 回到Dekka Dance 这次角木屁也没少打牌局 找了不少高手 监督力穿让老朋友了 我在零能百分百第二季 OP那期就吹过 技术过硬的脑洞多开选手 而且他在编故事能力上 还留了技能点 首次指导的死亡台球就是自个儿写 这次搭档剧本是赖古浩斯 老机友了 从霸式巨人灵能到一手魔都 未来将会回到妈式巨人 大座常客从未拉垮 特别有意思的是设计这些萝卜的原画是 压山清高 参与过的大作太多不讲了 我逛了一下他的推特 真是挖到宝了 这是点心 叶子上的邪教组织 鸟粪泡澡团体 还有这个笔石 不知道在座的如何 反正他看到的世界和我的完全不同 真的我原来想早点洗洗睡的 结果在他那逛了半个多钟头 链接放在资讯栏了 果然下巴长的都是人才 除了这些大人物 这次还有几位值得说说的协力之作 偏位动画的导演梁博雅 Mathouse张下原画师 小姐姐业界打拼多年 参与过很多大作原画 这次受邀基本上是单挑了一滴动画 第二集播送后立即参与到薛烟发工作中 还有设计了这个巨大要塞的动画师周浩松 他在NAT的上一部 Flequery Alternative中负责了 机械损坏场景的作画 在没有详细指示的情况下 抠着出色的细节刻画 达到了超预期的完成度 留下好印象 活不就又有了吗 官网上刚刚发布了他所做的设定图 这次是吊爆吊爆 有了舞台 有了强远 也动了歪脑筋想来搞事情 不过制作组并没有像某些个动画 弄成风马牛不相及的抽象艺术 还是走手续邪恶的老路子 之前就说到 有大量的伏笔是可以被侦测到的 说几个比较明显的 比如在第一集中 找利木小怪兽一起happy的段落 明显是狄木视角 但旁边出现了一对不名所以的UI 越看越像游戏操作界面 所谓战斗人员齿轮 肤色明显不同 咋看咋像阿坦达 还有影片最后 虽然只有几个镜头 但萝卜们是正式出场了的 制作组特意放出这些片段 就是寻求第一集与之后剧情的呼应 同时也调起话题 所以不出意外 还有些个细节 可能成为后续剧情的弃子 比如通过第二集展现的 问题处理四格可以看出 需要特务下手debug的原因有 发现处理现场 发现机器人 脑子坏了 以及攻击玩家 早他爹在开篇就发现了某种机械的残骸 注意logo 你现在还觉得他爸是给怪物干掉的吗 若不是 那干掉他爸的人是谁呢 巨大要塞Dekadence Dekadence执意便是堕落 荒废 通常也是指一种社会性的止步不前 用它来当游戏的名字 摆明在说沉迷游戏寻求奠基 在看看游戏里的人 作为社会最底层的邮轮 每个人都被注入晶片控制思想 活在楚门的世界 而看上去很爽的玩家们呢 也不过是在扮演gear齿轮 一样要无条件服从公司指示 日夜为公司卖命 活在黑镜的世界 目前整个故事才展现冰山一角 世界的秘密刚刚开出一 指不定后面还有多少 监督力穿桑也明确表示 为了玩死而不是让观众看得尽兴设立了很多转折点 剧情和《八六下山》一样 那到底NAT能不能兜住这么庞大的世界观 把故事讲好演好呢 关注Anime Fan 我们一起来看 可思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